好知名的部落湾吊桥横跨过立物溪 可以居高临下俯瞰泰鲁阁峡谷 原名山岳吊桥在共管会议之后将改名 以在地泰鲁阁族传统地名改为部落湾吊桥 泰管处表示去年召开的 泰鲁阁国家公园原住民族地区资源 共同管理会例行会议中 就有委员提议建议恢复泰鲁阁族的传统地名 秀林部落会议主席就表示 国家公园内的地名更正 其实就是展现部落主体性的过程 国家公园内有许多都是外来者或殖民者所赋予的名称 会让当地族人或青年对于过去文化的脉络产生模糊认知 这次终于泰管处能够愿意倾听我们共管委员会的声音 那其实我也是乐观期诚 当然泰鲁阁国家公园里面还有很多的地名 不只是山川地名甚至一些政策 或者是一些他们所要推动的一些事情 其实很多很多都需要部落的族人能够一起能够参与 于是针对了辖区内的山岳吊桥证明建议 泰管处尊重在地族人意愿 以及泰鲁阁族历史文化内涵乐观其成 山岳吊桥坐落在部落湾这个地方 那当地的泰鲁阁族人 共管会议延伤后所做的决定政策 期盼未来的泰管处也会做更多符合贴近部落族人的政策 记者林杰秀林湘采访报道